大家好啊 41岁的一名就是体育类解说员吧啊 排球圈 非常很多人认识他啊 就是说一个体育频道的一个排球解说员啊 在泰国出的事情啊 田宗奇在曼谷啊 就是说走了 感谢大家订阅啊 就是事发地点啊为八层高的这种公寓啊 在泰国出现的这样的事情啊 在这个公寓后方地面啊 发现发现的他啊 就是说41岁的啊 就是说当时呢单独一人入住酒店 由于这个公寓呢 六层啊 就是说碰到这个楼体外侧的这种隔墙啊 这个地点啊 落地地点为酒店 放置花盆啊 嗯 这种 这种场所吧 目前呢整个就是事情呢 还在查一查的阶段啊 就是说 嗯 就是证实了 也出了一番这种复告啊 是22号出的啊 就是说证实了 他已经走了啊 嗯 在九日的时候啊 在泰国曼谷 意外走了 唉 就是已经时间过去了两周时间吧 嗯 他这个父母啊 选择了是低调处理整个事情吧 嗯 这个一个叫女排 女排队员啊 朱婷呃 也发文啊 进行这么一个 呃 思念 田宗 起啊 就是说 朱婷呢 晒出了与田宗起两人的合影 并且啊 他写到啊 讲了一段文字 就说啊 记得咱们一起 呃 吃饭呀 见面呀 还有聊天啊 还有就是说 鼓励呀 反正是这样的话吧 这样的话啊 就是 你在我眼里啊 你虽然就是离开了呀 反正就是这些话啊 嗯 他发文就是 啊 发了这些文啊 这个人就是说啊 田宗起 呃 他属于是一名 就是说 嗯 解说啊 解说这种 排球啊 跳水啊 网球啊 反正是 这种精彩的 赛事啊 就是 他这个解说呢 给很多人留下了这种 嗯 经典瞬间嘛 嗯 哎 他就是 走了啊 让很多人啊 关注 这种 女排 这种网友啊 感到了非常的这种 惋惜啊 惋惜 哎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收看啊 就是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这个解说啊 感到非常可惜 嗯 非常年轻啊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订阅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